其实我最近没有很好 前阵子就是福州的演唱 唱到第二首就全身这样冒汗 而且我平时不会出汗 所以那时候就在台上就觉得有点那个危机感 我回饭店我就开始发抖 我就一直抖一直抖 我是那个没有办法控制自己的那个抖 然后身边的工作人员都觉得非常非常的担心 全身发抖 而且是一直抖 抖了两个小时一直来抖一直来抖 HAPPY BIRTHDAY 诶我自己唱的啊 NOO 又许愿我 嗨大家好我是燕姿 其实我最近没有很好 为什么呢 因为前阵子就是福州的演唱之后 我就病了一个乐 然后我记得在演唱的时候 我唱到第二首就全身这样冒汗 而且我平时不会出汗 所以那时候就在台上就觉得 有一点那个危机感这样子 就流汗流汗流汗之后呢 我回饭店我就开始发抖 我就一直抖一直抖 我是那个没有办法控制自己的那个抖 然后身边的工作人员都觉得非常非常的担心 其实我那时候也很担心 我印象中我没有这样子过 全身发抖 而且是一直抖 抖了两个小时一直来抖一直来抖 隔天去机场然后就开始生病 一直生病一直生病一直生病 然后那生病就那个眼睛是泛红 然后脸色很差 又开始感冒 然后又看中医看西医 吃各种各式药去急诊 就是一段很漫长的时间 但是我现在已经好了 嗯 这是重点 当然因为演唱会的关系 这整个锻炼就停止了一下 心情有点在谷底 觉得说好像之前的努力又好像又归零 但我想说可能人生就是这样吧 就是起起伏伏的 有时候很顺利 有时候很曲折 这个是我最近比较曲折的一些情况 所以可以跟大家分享 可能到了某一个年龄 又在讲年龄 可是没有办法 You know 因为又大了一岁 对 因为又大了一岁一岁 嗯 为什么好像不太一样那个身体 就是今年特别那个感触会觉得 特别的不太一样 这期间做了很多 就发现说 尽量不要刷手机 所以大家看我很少在媒体上面啦 那是因为 我觉得我每次刷手机 我会觉得好像心悸你知道吗 觉得很紧张 嗯 诶 上台不会哦 上台不会 就是想做这个视频的原因是因为 这个视频应该是歌迷在看啦 哈 所以我觉得很多歌迷都知道是我的生日 所以就会跟我一起庆祝 虽然我们在不一样的地方 今年也有很大动作很歌迷 在很多的城市买了那个看板 所有人的心意 我都收得到 就算我在很远很远的地方 然后 要谢谢你们 记得我的生日 其实听到这个我会觉得 就是很想倒退这样子 因为 我会觉得这种东西很破费 然后很贵 我也知道可能歌迷是想要为了明年的演唱会 可以帮我做一份宣传 其实在这里要很谢谢你们 但下次 记得这些都可以去做 其他的有意义的事情 希望大家还是很理性的支持你喜欢的歌手 我想大家一直想要问的就是 就是 演唱会的事情 就是明年 一定会发生事情 为什么一定呢 因为已经 舞台图今天就是 已经 开始定了 然后 很多东西都开始定 很多东西都定 虽然有一个月时间没有办法 就是锻炼 可是我觉得 慢慢的再调一下 调自己的身体 跟心情 我觉得 应该到明年的时候 就会准备好 嗯 这个之外呢 其实都在忙 你们想知道的新歌 希望你们会喜欢 可以哼 一两句 这样吗 这样 年底会出新作品 明年就有演唱会 我会更加努力的 好好的工作 十月之后 为什么呢 为什么呢 因为我小孩考试考完了 那时候 笑着笑着就哭了 父母的心酸 你们会懂的 父母之间就知道 紧张是真的 孩子考试怎么办 有谁可以告诉我 妈妈们加油 我觉得是妈妈的考试 啊 当妈妈好难哦 我要回去了 拜拜